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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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不合谈到,Victor,最近有什么题目很火热呢? 区议会吧,讲了一个星期了 区议会选举了,那我们这次请了什么嘉宾? 哇,厉害了! 今天这位嘉宾,我们观众可能这整个星期 看报纸经常见到他的大名字 就是太古城的区议员,新闻党的谢芷琪 大家好,我是新闻党的谢芷琪 刚刚在11月6日有一个服务市民的机会 不过还未上任,所以现在暂时是叶楼淑书議員的助手 这两个月仍然是用舊有的区议员服务呢? 是,没错,我是后任的身份 但你们明年什么时候接? 一月正式上任 但这一次你们区议有多少人? 还有对手是谁? 你最后赢了多少票? 我们那边是一对一 对上一个赢任资深的独立民主派议员 他之前曾进入民主党,然后退出了 最后的票数是2200至1600 也赢了差不多600票? 600票左右 但对面是赢任的,为何赢了600票? 他们还要资深呢? 那真的要再承认一次是有很多僥倖成份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好 不单是在选择途中 是这几年身体也不是那么好 很多街坊都觉得他也是时候休息一下 交派给年轻人 在选举期间也是的 他只出过来两天 反过来,在两天里拿到1600票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票数 我都要向他学习 他的根基其实也很稳固 也很谦虚 很多人都说建制派的 我不知道新闻党会不会说自己建制派 但很多人都说 很多政党赢区议会选举就靠地区工作 尤其是一些基层的选区 太古城一直都被人感觉是一个中产的 其中一个很有象征性意义的选区 中产区 中产区的选民是否重视地区工作 或者中产区选民他们心目中的地区工作 是怎样的一回事 那就要分析一下中产这个概念 本身是极模糊的概念 我想这三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你其实最主要要看 譬如我们就算是基层也好 中产也好 或者英法偶达也好 有多少会接触到区议员或者区人的服务 在选举之前几天就经常见到他们 可能有一区我经常接触到他们 是的 跟我们的阶层其实没什么大关系 主要是你个人是否喜欢参加活动 会否去找他们帮忙 譬如太古来说 一般年轻的上班下班下班 晚上回来 星期六有其他节目 可能完全没见过 未必是关于区议员及近历史 真的他的生活模式是接触不到 长者无疑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些 空限时间多些 又或者一些再年轻一点 可能会喜欢在区议员的圈子 相关于区议员的圈子 所以我觉得是否关于中产不中产事 未必会有太大关系 反过来就算公屋区 我是一个正在拼杀的年轻人 刚才所说的一样是应用得到的 我一样是接触不到的 也未必要求 如你这么说 其实大多数的选民或者居民 都不是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区议员 即使你是拿到2千2百多票 我想2千2百多票 投票给你的人 你都不一定全部关掉 到底那些市民 他本身又不认识你的 未接触过你 甚至乎未享用过你提供的服务 那为什么这个情况 我想很多地方都会出现 到底他为什么都会投票去你那里呢 你觉得 那有两种宣传渠道 三种 第三种 就是企街 不过也是我刚刚太古城分两区 我太古东那边企街的效用相对少 因为它有两个大型平台 有天桥直接播商场 是私人地方 第二就是通游 通游在我们那边的反应是挺好的 我之前搞的活动也是 齋企街派和通游的反应是差很远的 通游就立即爆了 第三种就是传媒 传媒也会谈一下 量一下相 譬如之前我们跟进一个外场维修议题 有些报纸会说 然后tvb6点半说了一次 然后第二天就立即更多街坊打来 是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在地区 只可以说太古城这区 因为私人地方的关系 不是那么容易站出来真正去接触到 就是靠刚才说的两种 即是跟传媒关系好 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会不会是新闻党 专专与传媒打好关系 周不时部署 这方面是有些优势的 每个从政相关行业的同传媒 都应该是保持良好关系的 那你们新闻党算不算 跟各大传媒 都要有好关系还是部份呢 我就觉得整体上都不错 不错呢 因为我之前是叶太助理 是有一个没有那么正党的身份 跟他们交往 那说开业太大家都很开心 可以说他好或者不好 那大部份记者朋友对他印象都不错 那田副主席也是 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所说的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 好的 开明 对 还有会说真话的人 还有很多人都说 地区工作就是不外乎蛇齋饼种 这几天很多报纸都批评 就是说总之我们输 是因为对方出了很多蛇齋饼种 梁家健 我不开心 其实到底 也不用人开心 大家都知道 到底地区工作是否就是蛇齋饼种 就是你们新闻党在中产的选区层面提供的 就是会有些什麽地区工作可以提供到呢 我想如果Journey看就是两个极端的 第一个极端就是一些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大议题 就是如果是美肤就是平方楼 如果是张文澳就是垃圾站 如果在我们那里就是我们跟进一些物业本利 外场回收那些 就是每个人都关事 无论你关不关心 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理 另一个极端就是每个人 每个居民自己的个案 爆了什么 爆水头 对 要找管理公司 或者被某些部门不公平地对待 这个极端中间就有很多其他东西了 有些是因为物业管理而引致的一些私人糾纷的问题 两方面都有 另外 其实刚才所说蛇齋饼种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活动的其中一个分支 就是你可以搞蛇齋饼种 你可以搞健康讲座 像旅行团那些 是的 旅行团也是蛇齋饼种那一篇 但是你可以静态一点的 讲座 健康检查 甚至影证件上我也有搞 你不要以为这些少因少为 其实中产区 它都需要这些服务的 反正也要拍摄 那你又要提供 所以 你刚才说蛇齋饼种 我不知道它真是指这四种 或者刚才过了铁锁的事情 但其实地区工作每个都这样做 就算是所谓高产区 即山顶那些 山顶 或者去年我们参与过波富林的选举 它可能真的不需要你的服务 但是它不需要服务就是讲理念 它都要接触你 知道你的理念 那都是教过刚才那种程度的事情 我们讲到理念 就是讲过去的十年二十年 很多人都说民主派只要打出民主 人权这些议题 那在选举就无往而不利 但是近这两届的区 即使是2003年也是 2003年7月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是讲某一些 可谓言论自由之类的理念 接着有化文有大声 但是看这两届 即是立区议会的选举 它好像整个形势有很大的转变 那到底是理念 尤其是民主人权这些理念 已经不可以吸引到选民 还是建制派在其他方面做得十分之好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选举结果呢 如果是讲高级度到民主人权这些 我就觉得你们讲 即是如果你们只是分建制泛民 那我们都讲的 不过大家可能的方式不同 所以你说十年前和今年比 我觉得分别是论述的水平 即是李柱铭大壮说同一件事 和他的后背说的吸引力可能很不同 对别人的说服力也可能很不同 这是第一 即是两代人的水平问题 另外就是别人开始会看到 你是讲真还是讲假的 譬如激进政党 其实他也是讲这些东西 但是你的行为做出来真的是自相矛盾 即是你说人权但又不让人出声 你说民主但你完全正好 人家会看到你一方面讲这些东西 但你做的是另一回事 那分别在这 我自己没有亲眼看过也没有亲眼经历 在新闻看到 在街上粗暴地围着其他候选人去吵 对我来说 这个行为已经是违反民主的理念和本质 即是好像围着何俊仁 围着何俊仁 围着嫌姐 围着其他候选人 即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认为也是自称激进的民主派 今次的票数比较强差人异 即是连他们也承认自己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我觉得是的 但是刚才Butz和Marcus都提到激进民主派 现在社会都 即是就算民主派自己都开始标签了 哪一班激进 哪一班温和 其实你觉得今次这个区议会选举 很多人都说泛民是大败的 就算温和民主派那班 即是民主党 公民党他们 是否真的被人民力量 社民连他们会影响到 到底是否真的有一个情况 就是激进民主派 陀西加就连累了温和民主派 有没有这个情况 我觉得有影响 但是是不是连累陀西加 这些就是个人判断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始终人们会觉得 你们是同一个阵营的内控 最直接的反应就是 两边都不投 即是你说 你会发觉 没有一个过票效应 或者戒票效应 但是我想很多人就是 两边都不投 我两边都不喜欢 或者觉得你们都是鬼打鬼的 另外就是 信息很混乱 如果你们有留意 沈穆菲博士那篇 社比王文教授那篇洪文 他用一个很技术的角度 去分析就是 信息很混乱 究竟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人民力量 你说是追击某些人 有些角度 但是真的去报名的选区 又未必是那些人 究竟你是在做些什么呢 是这类的问题 令到我是民主派 算了 我没有眼睛了 可能这样 你那篇区有没有这些情况 发生而令到你有这么多票 我那篇区呢 我想说是很非政治化的 虽然我觉得很搞笑 有些人参加区会说 对方把问题政治化 你参加本身已经有政治化 但我那篇真的很非政治化 因为刚才我这么说 对方不是太活跃 我认识的朋友也很少跟我说那些问题 除了其中一个比较争议 就是外融居港权 但是很少提到泛民 虽然有些老长者 外一街坊是不喜欢扔东西 那些行为 但是他们很少提到其他区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区 他们来搞都不会搞到我们太苦 就是你那区就这方面影响了一点 但是说到外融居港权 会不会在你那区的议题 有没有炒疫过 对手的立场是怎样的 你们有没有就着这些议题 在这个区取签名和打这些议题 首先对手没有提过 他最后两天出席都没有再提到这件事 我们就有 我的政纲里面有提到这件事 但是签名运动就不算太成功 这个就是区的离除问题 怎样为止不是太成功 反应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竞选途中 我计价有很多人提 但是到他们要停下签名 付出这几分钟的时间 他们未必是那种人 就算有些东西他们一定购买的 譬如地铁减价 全世界都购买的 但他们未必会为了这件事 停下签名给你 其实在中产选区 如果你要吸引选民主要是 靠一些非物质性的服务 地区服务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是可以这么说 你刚才所说的蛇齿饼 我暂时没有做过 有机会 遲些可能要过 不知道 就算不靠蛇齿饼 都一样可以赢到选举 对你们新民党来说 我不敢说对新民党来说 在我区这两个对手的组合 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明白 但对手有没有做过 对手也没有 对手也是善于搞旅行联谊 但是我想不归乎于 刚才所说的蛇齿饼肿那类 其实很多人都说 你们新民党要主打中产的选区 自由党也是这样 到底一个政党的背景 对选民去投票的时候 是否有很大的影响 到底选民是投人 还是投政党 你觉得 还是两样都看 但是到底比重是怎样呢 是两样都看 但是 据一个实质的客观的数据 就是 弊党在天水回都拿到一个职位 就已经打破了刚才那样东西 如果真的这么主打 那么重要的话 应该四个都是中产区 或者是所有基层区都应该输 事实上不是 另外如果在我区 我会发觉 始终新民党 大家朋友坦白说 知名度也是略低的 最出名的是叶刘淑义 是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 看到我单张 知道我是叶太的助手 就说我顺利 是相信叶太 之后才会知道 叶太那个党 很多人都说叶太那个党 都未必说叶到新民党 这些是要时间建立的 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工作 但是你刚才说的情况 叶太 其实政党领袖的个人魅力 政党的知名度 还有个人的形象 几方面都有的 其实如果你说叶太 我又再问一条敏感一点的问题 很多人提起叶太 可能就会想到23条 到底你觉得 当年叶太 就因为推销这些政策而下台 你觉得今时今日 这个影响 还有没有存在呢 还会不会说 很多人听到叶流熟宜议员 然后就会想起23条 然后就会再想起一些 有些反应的想法在你的档 在我们的区 就是不喜欢他的人 坦白说 但是我很少跟他们接触 不知道是因为23条 还是其他事 可能有些人根本就是对 会不会这个效应 其实已经是洗底了呢 会不会有点 我觉得 我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很多人都会和 首先很认同他这几年的工作表演 Polling也出了 另外就是一提到叶太 就算那23条也好 都不关他事的 谁做也是这样的 可能是泰古的因素 有更多的理性的方法 你们新闻党 除了像泰古区 刚刚就没有什么 设施叶种 打一些议题 做一些很大的地区性工作 即是搞外场 在其他区都用这种方法 还是用不同方法 例如天水围 甚至是荃湾 田北辰那边 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们每次开会 今次十多区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未知如何统筹 大家报告 都是匆匆 每人说几句 但田生的情况 我比较清楚 就是连去个人的知名度和勤力 知名度未必是好的 大家都知道 但当你有这样的知名度 再加上勤力 加上共互庸大作战的效应 这几个因素 加上就很好 但他怎样为之勤力 因为他很迟才在那区报名 那就是把勤力压缩在短短两个月之内 就是人家站四个小时 人家站八个小时 人家吃饭是收牢的 他吃饭是在那里的一个 类似的食堂的地方 一边吃饭一边跟人聊天 即这是真的 真的 我又很同意新闻党在勤力 因为你是天水围那位区员 我有一些朋友帮他助选 都见到每天都站差不多十个小时 还有他天水围那位区也是新区 他也是报名才开始地区工作 前后 报名前后 其实 临选举前的充斥 其实都影响十分之大 很大 很大 之前不是说没有 尝尾效应 好 不过我们留下下一节再说 下一节再说 好 欢迎回来第二节 不如又说回泰国区先 是 这一区 今年是新闻党出选 代表建制派阵营 其实上一届是哪个党牌 民建联 上一届民建联 是民建联放弃了他的耳朵 还是你们中间有协调过 还是有内部初选机制 还是根本他们完全不跟你争 有沟通过的 有沟通过的 大家都会觉得 不同立法会 直直都要争 现在大家沟通一下 以最大局势为重 最后会推选新闻党 而不是民建联 这个可能跟一些阶层有关 形象上 或者业太的形象 真的比较适合 当时 你说是否一开始就包下去 其实未必 但真的不同的派系去谈 可能业太在这里 还有他也有不少公务员 有几位阿sir和业太的舊部 也很帮忙 有这些客观因素 有没有 上一次立法会选举 民建联在这一区 业太的票数 相比业太多些 在立法会业太的优势 相比业太多些 是明显的 是1500至数百左右 我觉得最后 最后这方面的协调也成功 最后新闻党在你的区上跑出 是否其实一向在建制派 在这么多区 其实都有协调的情况出现 又不是 譬如我们党的其他同事 有些区是打建制派的 是 例如 官台 是吧 九龙东那边有两位阿sir 是 是 另外新界那边好像有 新界区好像天水围那边都有 五个候选人 五个候选人 有个自由党和你们新闻党打 不过如果你说中产区 是不是民建联真的拿不到呢 又未必 你看回湾仔区那边 湾仔区都是 算是中产区 但是民建联都差不多 立了 湾仔是整个区业会 整个区都是建制派 但是里面大部分都是民建联 我印象之中 那它不是整个区都可以用我们理解为中产 有些是很杂不甭的 因为湾仔区有问题 它人口少 人口少变成了一个选区会很大 不少得我们太古城都分两区 它人口少 譬如我比较熟悉修盾那位李碧仁医院 它由合和拖到外面会展 那其实是很横跨整个香港的宿景 又有小组组织 又有唐楼 又有私人楼 那湾仔我相信大部分区都有这个情况 是横跨不同的阶层都会 还有很多人都说 到底那个投票率 你觉得中产 很多人都说中产 可能他们未必会太有意欲去投票 反而基层就有很多叫做贴票的东西 所以基层的投票率就很坚实 其实是不是呢 中产有没有铁票 你和你的区 经常说建制派有铁票 究竟是不是有铁票这一回事 今次我拿回自己的党的成绩表去看 我发觉我那区的总票数 原来是偏高的比其他区 刚才的说法是 我不知道是一向都不准 还是今次真的不同 我们是2,200到1,600 即是加上4,000票 接近4,800 但是有很多区是千多对几百 所以又似乎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 至少在我区不成立 即是铁票的效应在中产区不是太明确 我是说总投票率 即是中产区未必低 但是铁不铁 其实很难形容什么叫铁票 什么叫铁票 就是家人 最铁就是家人我老婆 其他都没有说是否贴不贴 住在你旁边的人都可能不喜欢你 而且讲到明星校园 其实你们新闻党除了叶太之外 还有一位明星就是田北辰 他这次空干就成功了 但看回很多民主派的明星 例如李翠仁 甚至乎湯家驊 陈淑莊 尤其是空干那些最后都赢不到 其实明星效应是否真的存在呢 就你所观察 假如有一个明星 例如余若薇 下到泰古城跟你打 但他没有地区工作经验 你有没有信心会赢到他呢 如果是这样 回到刚才我提过 就是你有知名度 你会省很多功夫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不努力 知名度加努力 那就无往而不利 如果空有知名度而懒惰 那就浪败了 但其实李卓仁和湯家驊 都算很努力 但李卓仁有人输百多票 就会输一点 湯家驊 我听说他对手强 对手怎么强 都不会惨败得那么厉害 首先 公民党受到两宗官司 港租澳大桥和外溶税的影响 就是外人居港权的申请 第二方面就是民主党 跌了得票率 会否因为他们在政改上立场有影响 政改的影响 我觉得你这边跌一百 那边拿一百 有人跟我说我极度支持他们 圈子外 亦有人跟我说我极度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得算 加上年纪那么近月 而香港人仅有记忆 应该不记得那件事 外溶就真的一定有影响 我挺肯定 我在街上都感受到 但民主党好像都是反对大量外溶 刚刚说湯家驊 但民主党反对反对 因为民主党的立场 其实除了他没有准确 不明确 有个别出单张或反对 但很多都没有自己支持 或者不赞成 会否在外论上 即外论这件事 没有民国的立场 会令到失不死票 因为我见到有很多 即不是民建民或新闻党 都很明确是反对的 有些是民主派 例如新民主同盟 有些都说我也是反对 结果那些就真的赢不少票 有一些就是没有立场 那些反而就输了 即是其实是不是说 外溶这件事对民主党都影响到 虽然民主党都没有很清晰的表达立场 因为投票有三种可能性 要是投给对方 要是不投 要是投给你 如果他没有表达立场 可能我就不会考虑这个因素 而少了一些本来得到的票 我只能够这样说 因为你想想来回两票 如果我因为你的立场 而投给对方 其实你是输了两票的 但我不知道你的立场 我免除了你的因素 反而只能够说没有影响 那你一个有立场 而他喜欢的话 可以抢走别人的一票 其实是赢的 我这里拿了两票 是这样的 所以民主党也是打和 民主党也是打和 那今次你新闻党 其实是否满意新闻党 在今次区选成绩和票数呢 坦白说 如果要满意 在我角度12值都拿出满意 虽然这一件事 但是你说12拿4 我自己就觉得紧紧合格 最幸好就是有两个重点 保住了 第一是现任 现任湾仔黄楚峰 另外就是田副主席 如果这两个 事但一个不幸的话 对整个党的影响就很大 现任 幸好保住了两个重要的 加上我刚才所说 因为对手有问题 相对面对压力没有那么大 能够拿到一件好事 其他就尽人试了 听听明白 比如南区欠12票 如果拿到的话 当然更加圆满 但就差点 就差点 看回今届区议会选举 有很多新的面孔 就算是你们新民党12个人里面 有11个都是初次参选的 其实会不会有哪些特质的朋友 是特别有一个潜质去选区议会 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这方面 我自己就觉得偶然因素很大 就是那个人适不适合去哪些区 那段时间是否可以全副精神放下去 如果你说本身做一盘生意 好处有不好处 好处就像田副主席那样 上轨道可以抽身下来 不好处就是你做自己老板的 基本上都是24小时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问题都很难回答 但有没有说哪些特质是特别可以 合到中产区的心水呢 会不会说 起码形象上看来是他们的类人 不是说帅不帅 是他们的类人 反过来有些人会穿得稀奇一点 但中产区可能偶然要整齊一点 这些很技术性的东西 但人本身的性質就真的很难说 有些人是比较自信一点 有些人会买 有些人是比较谦厚一点 亦有人喜欢 这些我觉得很难说 很多偶然因素 新闻党这次成绩 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看 觉得也算挺好 印象中是田北辰 赢得到天水围 又拿了一席 会不会令到新闻党里面 有人心红 或者希望借着优势 去支持叶太 或者游说叶太参选特首 下星期为党有个党员大会 会正式去讨论 一定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无论区议会成绩如何 我们希望多些选择 还有暂时那两位表现 未出声功夫 未算合格 好像在教育的议题 未见真章 两个搞不答白 梁振英是其他议题挺好 但教育是很重要的议题 都是搞不答白 我们挺担心 另外一个全部都够不答白 都是好 希望叶太会参选 我们今天整集都说了区议会选举 过去星期的报纸都说了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分析 但我发觉很多选民 就算我投了票 区议会选举投了票 其实我不知道区议会是什么 到底区议员是做什么 其实如果上政府的网上看区议会 其实他更接近是一个咨询性的功能 而不是一个服务的功能 很多时候都是 我想是咨询性而不是权力性 任何的崗位都是服务的 不如说一下区议会 区议员是做什么 可以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所说服务那些 雖然这个层面就是刚才所说的 有个范围 有些大一些 有个人类的 这些全部都是对市民 对居民的 是开放的 另一方面就是上去民政事务处 区议会的会议室那里开会 那开会 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咨询性多过实际呢 跟立法会一样 你怎样立法会一样可以这样看区议会 看看遗政者听不听 架构就写到明了 明文就这样写 你听的就听 不听的就算了 就是跟立法会一样 其实区议会都不是一个权力的机瓜 没有什么实权可以这样说呢 可以这样说 都是跟立法会一样 就是三个人 三种人对立法会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如果没有他 我们香港玩完了 有些人觉得没有他更好 也没有什么所谓 对 区议会一样是这样的性质 对于新闻说来说 区议员的席位有多重要 好像区议会实权不大 为什么还要争呢 就正如立法会实权不大 也要争一样 因为在香港 政党存在唯一的理由 你说 你知道全世界的政党 都是以执政去目的 暂时又没有什么机会 争一些仅有可以发声的空间和平台 就正如何俊仁议员欠选特首都说 我要这个空间 我不是为了欠什么 那我们一样 区议会是一个发声的空间 实际上是服务居民的平台 而且在政治上有机会 选选旅会 在假二时日有机会提名出入区议员 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功能 事实上在我个人来说 有了区议员的身份 是做些事会方便一点 以前我写封信要用业太助理的身份 你必够力 现在就可以用我自己的名义 希望可以发挥多些作用 那如果譬如 有些人就不像区议会的界线 有隔离区的选民问你求助 而隔离区又不是新闻党 那你们通常会怎样做 看看自己能不能帮忙 一个标准 如果他的问题是向某些部门申请某些东西 根本没有区域性之分 那我很乐意帮助 如果他说他在物业管理上 和管理署的一些糾纷 第一我不知我业不认识管理署 第二也未必那么方便介入 因为别人可能有自己一套解决方式 案例如案例 有些人经常说建制派有一个优点 即是有好处 有很大的水喉 其实新闻党在区议会参选或运作 资金来源 第一可否公开 第二是来自哪里 我真是很惨愧地说 我都未去到那个可以知道的层次 我都不太清楚 但你自己参选 是否有源源不绝的水喉 不断地付钱来支持他做地区工作 有没有这回事 是否需要自己银河包出来参选 银河包是不需要的 坦白说 源源不绝也不敢说 我一直在地方服务 合理的洗费是没问题的 搞活动是要成本的 就算我尽可能都会收回成本 但始终有一些过程是要支付的 在选举里面 宣传品 二拉架 运输 报上去选举经费那些 我暂时很幸运不需要自己拿出来 其实你们在选举期间又花费了多少钱呢 我都未计算了 这几天就是一直在收拾一些单 搞完所有东西 但会不会都差不多十万计算 选举上是五万三 五万三 我刚刚在想像五万多 刑事 五万三千一也刑事 你自己也不用自己银河包 也算是挺幸运 因为我认识一些 例如是独立的民主派 有很多都要自己银 银河包不少 我觉得这不是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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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你问我很多问题 坦白说党未说我不敢说 党说了我更加不敢说 这是取捨问题 独立身份和政党 如果说回整个宏观的选举 很多人都说将今次的选举定性为建制派做大胜 然后化民就慘败 其实会不会影响到明年的立法会选举 会不会建制派明年可以打破过案六四比例 又或者会有一个钟摆效应 正正因为区议会建制派大胜了 反而去到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那些人会想更加比较 希望投回化民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你觉得 这个问题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很多人定性为 某方面大胜某方面大敗 我觉得很难这么说 第一每个区的选举不同 第二就是每个党自己设定的目标不同 刚才所说的闭党十二席拿四席 我只是觉得很厉害合格 可能对于民建联来说也是很厉害 其实是三分之一 即是你不要介意 民建联可能想拿二百席 但是不行 所以这个很难说 大胜伦大败 即是四年一次 这个传媒自己 你简单地去定义 第二就是到下年的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也是很老土的说话 一星期也太长了 你想想如果半年之前 刚刚讲逮捕机制的选举 整个局面会不同了 那时候又有逮捕机制 又有国民教育 哪个高官又出来说一句话 勒令一些选民 所以很难说的 到现在这段时间 太多事情可以发生了 今次新闻党就有四席 会不会新闻党 现在新闻党会更加烘 就会开始培训多在不同区 多一些新人去预备下年的区议会 我也是觉得和拿多少席 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政党应有的功能 吸纳人才 培养政治人才 本身应该应该这样做 现在新闻党 如果拿值得少的 就更加要这样做 拿值得多的 就像你所说 原来我们都可以 又会这样做 所以没什么大影响 新闻党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有有有 各个地区 有意值好 没有意值好 都开始在计算 未来怎么服务得更加好 输了的就是检讨 可能要换人 或者原来他都可以 不过今次未够好 就再好些 在计算 其实如果说回选举 很多时候人家说 民主派的候选人 如果输了的话 就会离开选区 然后可能会从此 就不再选了 那个可能是公民党 是吗 公民党比较大 民主派是公民党 我主要是想问 其实新民党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些代表你们参选 但如果有不幸落选 他们的前途又会是怎样的呢 区区不同 区不同 看看选区结果 区情 去个人意愿 年纪 或者有没有其他职业的负担 如果他是希望继续服务市民 你们会不会都是 逐区 逐区 真的逐区 因为我记得之前 博富林区补选 你们有派刘延东去和司马民选 但今次很奇怪 我经常说 刘延东再去选行 这次会赢 因为有外院居港权 这件事 谁知道这次新民党 没有派人去参选 你本身自己知道原因 还是放弃了区区的新民党 那时候选举完后 有谈过 当时没有结论 记忆由新闻谈过 之后 我没有再收到任何消息 可能党管理层有谈过 而我已经在东区 相对来说 同学关系不是这么大 而我没有参与 还有说到选举培训 培训人才的问题 有一些政党 经常被人觉得 不开名 没有一个培训训练人才的机制 就算我派几十人去选 五六十人去选 但都是临时拉夫派人出去 之前没有说 有什么选举训练 那些 其实新民党 又有没有一个培训人才的系统 政治人才 坦白说 我们整个党都要被培训 这么短时间 由业太开始 到副主席 到管理层 都是新的 选举对大家来说 连有席位的田副主席 都是新的 我们哪有资格 谁培训谁 到处自己请教人 但你是一个选举新兵 你到选举的选举 本身党都没有一些 不讲资源 是说一些技术上的训练 都是未必有的 这方面 坦白说 不系统性 譬如David有空 捉住他 来帮帮手 指教一下 或者地区有其他前辈 我到处附近了一片红 即是只靠自己打出来 暂时 不是像一家学校的系统 去把你训练出来 党未去到那个位置 这是未来的目标 希望这四年内可以做到 令到下次 不需要盲摩摩 今次坦白说 大家都算盲摩摩 大家都 文件如何填 不过都会赢 都会赢 都会更加合格 你们新民党 除了业太之后 有很多顾问 例如钟日杰 盛志民 有没有这些政治民性 曾经帮你们站过台 或者一起影响 譬如郑志民推荐 因为那里常常是郑家库推荐 而若薇推荐 你们新民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某些区有找这些顾问 因为区区都有找适合的人 帮手站台 我没有找顾问 你刚才所说的 有去其他区 或者出相 即是出宣传文 其实你们新民党 应该去选难贵方区 有盛志民在这里 即是拍张照片 有多几百票 不知道 没有讨论过 没有考虑过 到下一届 但有时 除了党之外 要自己去找回来 我举个例子 譬如陆冬先生 和谭美豪议员 都有帮手 即是一位出宣传品 一位就来站台 除了是阿太介绍 还有有问过之外 因为我本身认识他们 那我去帮帮手 年轻人 要你们知名人士帮帮 他们可以便可以 陆冬上次也有帮叶太站台 和陈芳 即是今次他下来帮你站台 他有给我的样子 我印上去 即谭美豪帮你 我印象之中 你们找过曹仁超 在你们太古那里 教广座 那就是作为一个社区服务 就跟选举没有关系 当时就 那陆冬就是搞这些 港座认识了 然后有联络 然后今次再找他帮忙 但有没有效率 我觉得 如何 评估很难说 但譬如一百个人看 可能十个留意到陆冬 另外那五个人留意到 原来这些人是陆冬的朋友 是为了留住他的眼光 我想好少人说 原来你是陆冬 或者是陆冬先生本身的朋友 就会 但主要的作用是让别人多看一眼 我们找陆冬来都有风险 如果那段时间他的预测全部都 你找任何一个来都有 即曹操都有 绝对是 阿太陆来都有这个风险 不如他大一点 那段时间的预测全部都肥了 他今年的预测都已经 即是说 不然就还没完 不敢说他还没完 说真的 他说笑而已 因为我可以拆了一点 金融市场的预测 大家都淡笑 你永远都有一套相反的解释 不不不不 如果你可以半个月 再调整一次预测结果 那你有预测和没有预测有什么分别 又或者你每次预测都是三年之后的 即是三年之后究竟是高税低税 那今次 即是选举 你就赢了 天水围有一只 即是黄祖峰也贏了 也有 田北辰也贏了 那你们这四位 赢了区议员 会不会 开头麻雀 即不是开头麻雀 明年就会 打算参加 参加区议员 或者会参加立法会这只船 还没讨论 即是六号到现在 我都 纪会同事都不是见到很多次 是 星期一开完记者会 然后是各有各忙 即是有 刚才有借票 回覆前辈 做文件 现在都未经过那些事情 好 那今集就多谢 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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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想说黄祖峰 后任的议员 为何你差点说黄祖峰 好 那我们下周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